今天呢 我们要来教Jump Style Jump Style呢 我们顾名思义就可以从它的 字面意识上知道 它就是跳跃风格 这个呢 的基础就是要一直跳 我们舞步怎么跳呢 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一下 最基本的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old school basic 很简单 非常简单 首先 这个我们来当做我们的右脚后面 然后前踢 前踢 换脚 右脚后 右脚前 右脚前 换左脚 右脚后 前 前 换左脚 好 接下去 换左脚了 后 就是这样 在这 后 前 前 换脚 后 再换回来 就是这样 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现在 会后 前 前 换脚 后了 可是不够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放入基础 我们刚刚讲的基础就是跳 跳不起来的就回去跳绳 我们就跳绳把感觉一直在跳绳 跳越高越好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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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 核心 我不会这样 也不会这样 就震的就好 我跳的时候可以这样下来 有个弹性 跳的时候 注意 做东西的那一只脚 它不会是重心脚 所以 跳的时候 工作全部交给我们的重心脚 拎脚 拎脚干嘛 就要做我们刚刚那个什么后啊 前啊 踢来踢去啊 各个脚法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重心脚 第一次 就是在我们的左脚 而我们要做后 所以 重心 你要能感觉 你放上去的时候 就是直接 你可以定做的感觉 你的后脚只是做一个动作 就这样 然后 后 前 前也是 然后感觉你可以稳稳的把它做好 对 一点点话还好啦 可是尽量我们要朝向就是 你好像做完你可以停在这里 那种感觉 换脚也是一样 先换清楚 换清楚 所以等同一次你要马上切换你的左右脑 原本这只脚跳的换成它要跳 所以换成它要接 而这只脚要做 所以 懂意思吗 好 现在我们会跳了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动作试试看 一样 这是我们的右脚 后 后前 5 6 7 8 1 2 3 4 5 很好 好 再一次 1 2 3 4 5 再一次 就是 右脚后 右脚后 右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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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左脚 左脚后 我们这样子呢 一个流程很清楚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做更大一点 6 7 8 1 2 3 4 5 好 现在呢我们会跳 我们要想着 脚 动的 要把它有力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大力一点 我们可以想着它就是踢出去 踢很长很长 你们可能会看过一些国外的jumpstyle舞者 他们 整个踢得很高 跟它芭蕾舞者 然后呢 转身也转很快 力量很大 张力很大 脚很庞大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大力点 6 7 8 1 2 3 4 5 好 重心换得清楚 脚膝的大力 基本上 你就会发现你越跳越顺 那jumpstyle本身就是一个 你需要一直跳高跳高 因为它很累 所以你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所以呢 你们每一次的这样跳 你们可以从轻松的开始 1 2 3 4 5 6 7 8 2 2 3 可是 越后面你要想着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样 好 基本步大概就这样 我们来试试看音乐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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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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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